财团法人花莲县慈恩宏文化艺术基金会 携手花莲家福中心和花莲生命县协会 邀集了家福中心陪伴支持的400多名儿童和家长 特别在慈恩艺术村办理了 一起回篮亲子共创的嘉年华会活动 邀请了英国艺术家带领亲子齐心来共创 希望透过艺术的创作将亲子关心 重新联系修复启动亲子间的陪伴动力 艺术可以跨过语言族群的差异 透过创作启动亲子间的陪伴动力 由财团法人花莲县慈恩宏文化艺术基金会 西手花莲家福中心以及花莲县生命协会 邀集家福中心陪伴支持的400多名儿童及家长 26日在慈恩艺术村办理一起回家亲子共创嘉年华 邀请英国艺术家Holly和树皮布创作者 以家与梦想的世界为主题 在大信帆布上创作 让亲子在构式创作的延伸中扶持成长 来艺术工艺相结合 我觉得大家来这边 不但享受一个非常非常快乐 充满艺文气息 还有一个放松心情的活动之外 我相信对于整个花莲的工艺团体的整合 还有配合相长 对于乡内事务的推动 我相信是一个绝大的契机 让我们家庭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起做创作 然后也有机会可以拿到各界对我们的爱心跟关心 那也希望说大家今天可以带着这样的祝福 然后带着满满的力量 回到自己的家庭 然后把我们喜欢玩艺术的这一件事情 然后也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艺术共创是一个最美好的陪伴 大家在这个共创的过程中 不但情感交流 而且也能够增加很多对这个艺术的一个启蒙 甚至我们觉得未来的主流教育 要把艺术纳进去 这个才会让我们的生活 更疗愈 更充沛 所以我很感谢在家庭团队 以及生命线团队大力的一个支持下 我们这个活动才能够这么的圆满 尤其我们也安排了英国的女艺术家 这个Honey以及我们的这个树皮老师 在过去的三个礼拜 树皮老师也陪伴我们亲子 有三十位家族的亲子 来到这边天天悄悄打打 等一下各位来看一下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很多的妈妈或爸爸 他们平常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或时间 来陪伴孩子做这个艺术的参与 工艺结合艺术 透过艺术家的引领创作 帮助参与亲子有更多的艺术培养与启蒙 将亲子观牺牲度重构 现场除了艺术表演 也安排闯关游戏 让完成的家庭可获得原油卷 可到跳脚市集换取所需物品 现场还有物资发放 400多位亲子艺术家与引领创长辈齐聚 为这次三方合作开启新的机会 记得想方眼前相报导